大家知道是不是很快又一年了? 好像眨眼了,2020年了 眨眼了,下个星期又新年了 很快又大一岁了 不过不用怕,我还是会大一岁的 人一路一路成长 开始都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事情 这些事很多时 和我们的期望都会有些不同和出入 就像拍拖一样 我们也期望拍拖是很甜蜜的 但是有时候会吵架 你又不明白我又不明白你 结婚 我们以为结婚是很浪漫的 谁知道可能这是我的社交 我觉得好像经常都要做家务 一放假就是做家务 好了,读书了 毕业都很开心 我们都以为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 但是毕业又好像是失业 基督徒人生 我们又以为是怎样的呢 我们会不会以为信耶稣就是 凡事都顺利的呢 一帆风顺的 好像那些徽春那样的呢 上星期 我们也分享过这幅图 说到关于教会的复兴 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的期望是怎样的呢 其实真正的复兴又是怎样的呢 信徒的复兴又是怎样的呢 信徒的生命的复兴 你的生命的复兴 你又以为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哈拿的人生 他人生都经历复兴的 他人生都经历复兴 原本因为不育 没有BB生 被人轻视的哈拿 但他仍然坚深信靠上帝 虽然他未必见到 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 还未见到神迹的出现 但他仍然接受很多的磨练 同时他引导自己 不容量自己 长期留在一个低沉的状态 最后神祝福他 经历成一大能 令到多年不育的他 可以怀人 本来被人看不起 看少的他 可以再次抬起头做人 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差点想说三百六十度 要三百六十度 就是没有变过了 这个转变 其实也可以说是哈拿的复兴 是哈拿的Revival 但是复兴 Revival 是否正是经历神的祝福 问题的解决 一个真正的复兴 其实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在哈拿的人生里面 在他的生命里面 去继续找答案 今天的经文是长长的 不过分开两次读 我先邀请大家读出 《撒母义记》上一章 十九至二十八节 好 预备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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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姜鲁中 山有《撒母书》 夏天的皇上 有家庭 建议 聪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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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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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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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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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